我是真假千金纹理的白脸女配 所有人都爱我 不论我做什么都是对的 女主是我的反面 就连男主眼里我也是白月光 她只是个替身 直到女主得挨虐死 大家才会发然醒悟有多爱她 于是穿越来的第一天 我就带女主上医院做体检 查个胃镜 我顺风顺水 无忧无虑 就祝你这辈子别再得挨了吧 1.阿瑶回家那天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气氛尴尬 她坐我对面又黑又小 土里土气 对着满桌子美味佳瑶 两眼放光 又不敢动快 后来实在忍不住 加快辣子鸡 妈妈连忙把菜换到我面前 生怕我够不着 双双最喜欢吃辣子鸡了 妈妈特意为你做的 快吃啊 阿瑶眼里的光暗淡了 我健壮端起整盘菜 自己剥一半 给她剥一半 我俩实性挺像的 都爱吃肉 果然是姐妹 从我嘴里听到姐妹二子 所有人都很意外 特别是阿瑶 小嘴张得大大的 这是一篇 以阿瑶为女主视角的虐文 她是豪门报错的千金 我是占了她身份的假凤凰 即使爸妈知道 我跟他们没有学员关系 依旧同我爱我 同意阿瑶回家的条件 是让杨家放弃我的抚养权 让我继续待在豪门当大小姐 阿瑶家在农村 一个女儿都不想养 恨不能把14岁的阿瑶嫁出去 换她哥的彩礼钱 爸妈豪制千金 他们高高兴兴协助办了领养合同 于是我家还是我家 只是多恶的阿瑶 亲生的她因为营养不良 挨小色缩 仿佛是个外人 跟苗条高挑的我形成鲜明对比 晚饭后我回屋学习 妈妈进门跟我谈心 双双突然多了个妹妹 你会不会怪爸爸妈妈 不会 妈妈想不到我答得如此干脆 又小心翼翼的试探 那家里从此多个人 你会不会不习惯 我家三千两百平 多个人我根本感觉不到 妈妈开始抹眼泪 你是不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觉得杨家的叔叔阿姨 才是你的父母 不认我们了 你怎么这么想 妈妈握住了我的手 寻常人家的小孩 哪怕家里生二胎 都要闹脾气 你从小最骄纵 现在却不争不吵 是不是跟爸爸妈妈生分了 担心自己不是我们的掌上明珠了 见我哑口无言 妈妈语气急促的解释 双双 你是妈妈从小抱到大的 你叫了我十四年妈妈 妈妈也只认你一个孩子 不论是谁 都不能让你受委屈 妈妈更不想让你在家里 都担心受怕 爸爸妈妈商量过了 如果你不喜欢阿姚 我们就把她送去私立学校 让她去住校 咱们一家三口 还跟以前一样 我叹了口气 站在阿姚的视角 养父母不疼不爱 给口吃的随便养大 还想拿她换彩礼 亲爸妈明明是豪门 却是她为无物 确实虐得人甘疼 我当初看文的时候 也被妈妈这个角色 气得要死 不明白 她为什么要跟亲归艺过不去 还有没有半点母爱了 但是换个视角 当我是凌双双 我才知道 她何止是有母爱 简直是太有了 亲生孩子回家 她首先想到的是 给我足够多的安全感 肯定我在家中的地位 她也许是阿姚的反派 就是我最好的妈妈 我圈住她的肩膀 妈妈 杨家的叔叔阿姨 没有养过我一天 我要是落在他们手里 也不过是个幻彩里的工具 养恩大过生恩 这辈子不论怎样 你俩都是我唯一的爸爸妈妈 我妈其实是个软心肠的小女人 红着眼睛扑过来抱住我 妈妈抱抱 我跟她甜甜的抱一会 按住她的肩膀严肃道 不过阿姚也是你的女儿 妈妈避开了目光 她刚离开家 来到这里 你得宠着她一点 我轻轻推了她一把 跟她说了句 去吧 她像是心中落了一块巨石 抱着蚕丝背脚步 轻快地去了阿姚的房间 父母的偏爱确实存在 但很多时候 起关键因素的 是被偏爱的人 如何利用这份偏爱 原版的布施结局并不美好 阿姚得胃癌死了以后 男主后知后觉 幻然醒悟为她疯狂 我们的婚礼无疾而终 我得胃郁症 爸爸生意破产 妈妈跳楼自杀 虽然有点过于戏剧化 但我还是心因果报应这回事 阿姚如果能快快乐乐地长大 我们这个小家 又怎么会闹到这不田地 我敲开了父亲的房门 把妹妹转到我学校吧 互相之间有个照应 按照原剧情 她是在我的坐天坐地下 转去了一所贵族私立学校 一年没回家 后来因为跟不上学习进度退学 辗转来到我的学校 继续被我校园霸凌 度过了悲惨的青春期 我帮她稍稍改个剧情 也成全她早点遇上男主 我记得 男主是我们学校的 嗯 假期结束 妈妈带着阿姚去办入学手续 作为插班生 她跟我不是一个班 我们一般不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 就是真才实学的学霸 毕竟没有学霸的话 怎么拉平均分呢 当我拿出课本的时候 周围的人全都瞳目皆舌 原主什么都好 就是学习差点意思 来学校就是为了出对象 有个含着棒棒糖的小男生 估住我的肩膀 宝宝 你今天吃错药了 我定了眼他放在我肩头的手 你是我男朋友 对呀 我收回目光 从今天开始不是了 小男生目瞪口呆 你有病吧 没有 我闲闲的翻了一页书 我想考清华 靠 他骂骂咧咧 凌双双的神经病了 他说他要考清华 我没理睬周围的哄堂大笑 原作里 原主后来学了艺术 高中毕业就考去国外了 多年后才回来 这就是女主含泪做替身的前请 我就不一样了 全身上下没半点艺术细菌 只想考五道口职业技工学院 我现实中就差了七分没考上 挺可惜的 现代穿成的少女 和学校的师资力量 觉得外在条件上还是有保障的 应付初衷内容也比较简单 中午放学 我去隔壁楼找阿瑶 妈妈跟我说阿瑶被排进了石班 可我没在教室里找到她 我问几个前去吃饭的小同学 一听说是找新来的插班生 他们的眼神就变得闪躲 我感觉不太妙 抓过一个问 人在哪 孙悦他们把她带去卫生间了 我心下一沉 如果说原主式的白莲花 孙悦就是她的狗腿 梳理老帮着原主欺负阿瑶 没想到这狗腿还挺有能动性 我不说 她自己也忙着搞事 我冲进卫生间的时候 石班几个女生在孙悦的带领下 对着地上的阿瑶猛踹 什么土狗也赶来我们学校 这份见面礼 送你喜不喜欢啊 我甩了外套 就把孙悦的脑袋摁进了水槽里 你骂谁土狗 林双双 你发什么疯 管你什么事 我把水龙头开了猛冲她的脸 她是我妹 你说管我什么事 被按在地上的阿瑶眼睛亮了亮 都是初中女生 打架就是抓头发挠脸 我就一个人 虽然冲上去的架势很凶 但被打得很惨 不过孙悦要往我脸上扇的时候 阿瑶冲上去狠狠咬住了她的手腕 咬得她鲜血淋漓 他们班主任进来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她把我们统统带到了办公室里 为什么打架 孙悦恶人先告状 赵老师 我们跟新同学打招呼 林双双突然冲进来打人 你们这招呼打得可真响亮 我在隔壁楼都听见哭声 你们石班像来这么热情好客 我拎起阿瑶的手臂 让姓赵的看看是怎么个情况 姓赵的自然是偏心自己班上的 就算是闹了什么矛盾 肯定也是相互的 苍蝇不叮吾凤蛋 你既然撞见了 应该第一时间先找老师 我嗷了一声教育阿瑶 听见了没有 赵老师在叫你呢 苍蝇不叮吾凤蛋 以后你有看不顺眼的 一巴掌呼上去就得了 反正都是对面找抽 你把人家打得浑身是伤也没关系 只要你先动手 你就是站里的那个 姓赵的面孔一沉 林双双 你怎么说话的 我只是锦尊老师的教导 重复老师的话而已 你 她还想跟我变几句 教导主任和我们班蔡老师进来了 为了让我上学 我爸给学校捐了不少钱 我妈也跟蔡老师关系很好 自然是向着我 最后给参与霸凌的孙月一行人 各自一个祭果 从办公室里出来 孙月抱着手狠狠瞪了我一眼 林双双 你居然有这样的荼狗亲戚 还不以为迟 她是我亲妹妹 跟我一样姓名 你说我们这里谁是土狗 孙月家里也挺有钱 到处横着走 就出我一个 此时简直像是被我扇了一耳光 哼 到处乱咬人 看来我得去打个狂犬一秒 你直接打个免疫三连 平安一整年 孙月被我气得又要动手 见我撸起袖子 打算奉陪到底 她的小姐妹赶紧把她拖走 毕竟 谁也不想一天两个寄过 我跟阿瑶复盘 知道她们为什么打你吗 因为我 我比较土 阿瑶低垂了眉眼 说话吞吞吐吐 我叹了口气 不 因为她们是坏呸 阿瑶很震惊 没想到我说话这么直接 你没听她们说吗 那是她们送你的见面礼 就算今天不是你 是其他的新同学 她们也会打的 什么理由都可以 以后碰见坏呸 不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不是你的错 阿瑶点头如捣蒜 杨家就她一个女孩 从小到大 什么错都是她的 从没有人告诉她 问题不出在她身上 对上她小狗式的眼神 我忍不住摸了摸她的头 这个世界上的恶意 有时候根本没有缘由 也躲不掉 但你要在她们 找上门的时候反抗 让她们付出代价 让她们知道你不好惹 她们下次再找你的茶 才会掂量掂量 一味退缩 只会得胃癌 阿瑶听到最后一句 小小的眼中 大大的问号 经科学研究 忍气吞声容易得胃癌 我严肃道 阿瑶是那种很懂事的小女孩 反复默念着记在心上 我们走到楼下 妈妈也到了 她从车上下来 哭着把我抱在了怀里 阿瑶站在一边 丹丹又羡慕地挪开了目光 怎么上学第一天就打架 啊 我听你们蔡老师说 都是阿瑶的缘故 妈妈抚摸着我手上的伤 嗓音都在发颤 对面的同学跟我有仇 听说阿瑶是我妹 就找她的麻烦 妈妈吓得不轻 你怎么在学校里 招惹到这种坏学生 你让妈妈怎么放心的下 没关系 她要伤我的脸 还是阿瑶冲上去 把她咬了一口 是不是 阿瑶 妈妈破涕为笑 想不到阿瑶这么厉害 还能在学校里招着姐姐 你怎么也被打成这样 让妈妈看看 阿瑶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被妈妈拖进怀里 插开伤口 望向我的眼睛 湿漉漉的充满着感激 大大是对阿瑶有愧 后来妈妈带我们去医院时 都给阿瑶先挂了号 医生给她清理瘀青的时候 妈妈帮忙撩着衣服 哟 这小姑娘长得这么漂亮 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啊 皮肤上都是黑蛆蛆的泥 医生一边用点酒 擦着她的伤口 一边笑着调侃 我看到妈妈用力皱了下眉 转过头与我对视 想要在我身上 寻找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我避开了她的目光 反对慌乱中的阿瑶笑了笑 她像是抓到了一块浮沫 确定我没有嘲笑她后 才安静地低下头 继续接受治疗 等她伤好一点 我借着吃自助的油头 带她去那种休闲早堂玩了一天 让一个东北大姨 给她从头到尾擦了一遍 干净到连波棱盖都反光 然后又带她去逛街买衣服 我不止一次看到 她在镜子前叹气 还好奇地偷看妈妈的护肤品 我对外貌的态度就是 如果你自己介意 那就去捣耻 阿瑶现在就显然很需要 这个来增加自己的底气 这跟年龄没有关系 好巧不巧 我们逛街的时候 又遇到孙悦那伙人 孙悦对我的观感很矛盾 同样都是附加千金 她应该对原主神交已久 要是我没有穿过来 她俩就会变成 臭味相投的好姐妹 但我为了阿瑶跟她打了一架 她现在对我因爱生恨 她一上来 就冲着阿瑶翻了的白眼 林双双 你可真闲 还带土狗出来溜街 不论怎么打扮 土狗就是土狗 阿瑶红着脸 放下了手中的美丝针之衫 对自己的品位产生了羞耻 我也不太懂时尚 我带着阿瑶离开了少女时装店 跟在孙悦身后 让孙同学买什么 我们也买什么好了 孙悦得意地哼了一声 趾高气昂地转进了香奈尔 很懂行地看起了包 阿瑶哪里见过奢侈品店 看进门居然要排队 都有点怯场 保安最会看人下菜 见他年纪小 气质又畏缩 不耐烦道 你到底近不近 阿瑶快被吓哭了 点头也不是 摇头又不是 正在这时 里面传出一道惊喜的声音 林小姐 一个踩着高跟鞋 气质出众的SA迎出来 您平常不是跟妈妈一起来的吗 今天怎么一个人呀 我把阿瑶介绍给她 陪我妹买衣服 你给她配一身 SA亲切地揽过了阿瑶 好的 里面请 妹妹想喝什么下午茶 孙悦目瞪口呆地看着 SA带着阿瑶进了VIP室 亏我妈 一晚上进来 能刷个几十万 这一层的奢侈品 SA都认识我 我爸这个钢铁直男竞商场 都有带泊车服务 孙悦他们 在外面挤成一团看包 阿瑶坐在里面 SA跪着给她试鞋 阿瑶在我家一个月 怎么说也养白胖了些 换上小洋装 简单打理下发型 立马就更换了个人似的 就是气质上还差点 不停回头看我 仿佛一只惊弓之鸟 每一张标价牌 都对她万件传心 我慢悠悠从衬衫口袋里 摸出一张卡 搁在桌上 爸爸给的信用卡 每个月有二十万额度 抄了冲她撒撒娇 她就提前给你还了 我又摸出第二张卡 姐今年的压岁钱 具体记不清了 十几万是有的 你是真千金 比我只会多 不会少 我翘着二郎腿 看着镜子里的洋娃娃 钱不是问题 喜欢什么随便拿 所以公主是怎么来的 那个瞬间 熊啾啾气昂昂的少女 还没选好啊 我看这只经典 CF不挺好的吗 孙悦咬了咬牙 她可能进来 就是想装个逼 普通的有钱人家 也不会把钱 给小姑娘这样瞎糟 但奢侈品店 就是这样一个 充满攀比的地方 阿瑶现在满身行头 站在几步开外 好奇的打量着 货柜上的包包 孙悦在我的审视中 骑虎难下 就要这个吧 孙悦指了指尽链小号 挺着几两鼓 勉强哼了一声 等这么久 连个银链都没有 孙悦仿佛被万箭穿心 对不起 VIP就是可以拿隐藏款 进门的时候 孙悦指高气扬 阿瑶是败犬 出门的时候 两人的身份地位 已经隐隐对调了 年轻少女们的比较 还停留在浮夸和虚荣的阶段 一个包包 一个衣服 就能动摇长久以来的张扬 或者建立从来没有过的自信 妈妈看着大便活人的阿瑶 也高兴极了 拉着阿瑶左看右看 连夸她有品味 买的包包保值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 无条件的爱 妈妈爱我 因为我是她养了14年的小姑娘 更因为我是跟她一样漂亮 干净的小姑娘 我们是一家人 分享了同样的生活习惯 和一些好的 不好的家庭文化 阿瑶是外来者 她融入的过程 势必伴随着一些阵痛 但我想时间会抚平一切 特别是在金钱的加持下 孙悦经过这场刺激 也想通了 她嘲笑阿瑶是土狗 压根没用 她是我妈的女儿 还怕不会花钱 不会打扮 她阴阳怪气 给我发了条短信 有钱又什么了不起 你还是多关注关注 你们也得成绩吧 能从岁月嘴里 听见成绩二字 我很宽慰 我当时读原文的时候 只有一个想法 你们这群人 每天撕必搞事 恋爱流产 从来不学习的吗 不过当我去阿瑶房间 逼她把卷子拿出来的时候 我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 每门课都不及格 也就算了 你这个物理18分 到底是怎么考出来的 我百思不得其解 阿瑶背着手站在我面前 看着刺眼的18分 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喊住了欢天喜地 要带阿瑶去美容院的妈妈 你得给阿瑶不补课 阿瑶成绩很差吗 妈妈警惕 我把试卷藏到了背后 也不是 还没期中考不知道 但是她觉得 听课有点跟不上进度 花钱的是 我妈可在行了 当天就联系名师上门补课 我在阿瑶试卷上 签上我妈的名 仅此一次 期中考起码得及格 阿瑶深深地叹了口气 生无可恋地看向一边 喂 你的成绩究竟是有多差呀 女主角 三 马不停蹄给她补上了课 我的生活恢复平静 就在我以为 剧情告一段落时 有天放学 我在学校后门的巷子里 撞见了打架斗殴 隔壁记校一群人 围殴我们学校的一个男生 我当即跑回去告诉保安 带路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 这好像是男主出场 男主具体叫什么 名字我忘了 这种语文千篇一律 男主清一色的复兴神经病 诡计的谁是谁 原作记载的 也是阿瑶死前的回忆 过去全以闪回形式 穿插在原文中 关于他们第一次见面 没有记录 不过文中有提到过 男主之所以迷恋白月光 是因为白月光 在他小时候就过他一命 就在他被揍的意识垂危之际 林双双突然出现 像一缕光照亮了他的前路 想到这里 我对小吃摊钱的阿瑶招招手 过来 阿瑶叼着李脊肉 乖巧地跑到我面前 巷子里有人打架 你给保安大叔领个路 阿瑶对我言听计从 背着书包走了 我过了会才想到 应该把他李脊肉抢了的 哪有女主角 第一次见男主角 满嘴流油 不像话 没过多久 阿瑶蹦着跳着回来 说事情已经解决了 保安驱散了小混混 我旁敲侧击 问他男主怎样 他苦着脸 说被揍挺惨的 脸都花了 好可怜 一边说一边啃离脊肉 那你就没点表示吗 老妹 连想到原作中 他长达十年的舔狗生涯 我默默去隔壁药店 买了点点酒 绷带之类的东西 让他给人送去 阿瑶 姐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倒不是我是男女主缘 连教旨主义者 只是万一他又喜欢上 那个混账东西 他也不用这么虐恋情深 能比较正常的 好聚好散 大概一个礼拜后 我们班上转来了个新同学 长得挺周正义小哥 就是脸很臭 看上去生人物尽 每天不是睡觉 就是逃课 中期考试后 还跟同桌干起来了 两人打得狂风过境 我个子高 坐在倒数第二排 两个男生在我面前贴身肉搏 我默默地伸手 把搁在桌角的 米奇妙妙杯浮稳了 继续看我的论文 过了会儿 蔡老师闻讯赶来 把两人叫出去骂了一顿 然后把我也叫了出去 指着新同学道 林双双 你能不能跟许男一做同桌 一米八的大男生 对上我的目光 满不在乎的扭过脸去 我打开米奇妙妙杯 缩了一口大红袍 是这样的 最近你的成绩进步很大 考进了年纪前列 突飞猛进 你跟许男一同学做同桌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学习方法 先进代后进 还没放榜 不过老蔡比平时还要喝月色 大概我的进步真的很大 大到他看我的眼神充满着姑娘 青春期的小孩 经常有那种一夜之间开窍 然后学历开始爆表的情况 这很正常 不过我还是得防备 他们觉得我鬼上身 把我抓去庙里做法事 毕竟我的性格 确实和原主男人北辙 最近妈妈看我 都带着几分敬畏 为了安全 我点点头 好的 我俩一前一后 回到教室后排 我拍拍身边的位置 许同学 你把桌子搬过来吧 许男一向之刺猬 我好了 你搬吧 许男一 我搬不动 我抱着米奇妙妙碑 娇弱的垂下了眼帘 众人的视线都向许男一投去 学校里自有一套社会贫瘠 他可以跟男同学打架 那是拽个 但不帮女同学搬桌 那他就会因为人品太漏 遭受所有人的鄙夷 许男一沉默了一阵 从裤兜里抽出手 搬起了我的小桌 小男生虽然拽里拽气 但是要脸 做好之后 我跟他说 许同学 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和平相处 我不打女人 许男一冷冷地拿起了水杯 我打男人 许男一一喷出了一口水 惊诧地望向我 我笑得露出一排牙齿 我在厕所单挑过石斑的一群太妹 许男一表示 那算什么 男生跟女生的生理结构 决定了力量层级不一样 说得很好 我点点头 打开生物书第四单元 放在他眼前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 两性之间究竟有哪些方面的不同 许男一对着书上的两套生殖系统 一张俊脸慢慢涨红 掩饰的咳嗽了一声 这是语文课 我拖着腮 勾起了唇角 你又不听的 许男一僵持了一会儿 在我试图把生物书对到他眼里的时候 终于慢吞吞摸出了语文课本 别闹 语文老师眼见每天打架 逗殴 上课睡觉的许同学 一脸端正地拿出了书 愣了一下 推了推黑矿眼镜 然后点了我的名 让我别跟他讲小话 听见没有 许男一轻声嘟囔 别跟我说话 我缩了口大红袍 看你表现 四 当天放了榜 我拿完年纪前十 阿瑶通过不懈的努力 物理从十八考到了十六 其他科目也不遑多让 也就门语文还能看 我头都大了 正在想着怎么瞒 姓赵的电话已经打到家里来了 我爸挂了电话火冒三丈 你这是在考些什么东西 每个月十万八万的补课费 教条狗也不至于考成这样 阿瑶拿着成绩单眼泪扑素素的 农村出来的就是基础太差 没办法 妈妈穿着丝绸睡衣 在一边泡咖啡 这是理由吗 基础差 没给他补吗 老师反应在学校里 经常思维恍惚 上课不知道想什么 妈妈附和 补课也是 这么贵的老师 非但不跟着好好学 要他补习 还跟要了他命一样 说到这里 阿瑶像是触电般 抬起了眼睛 眼里充满着悲苦 可是看着气势汹汹的爸妈 他的嘴唇动了动 什么也没说 一场晚饭 变成了阿瑶批斗大会 末了妈妈总结 比学历高有用 那书还是要读的 我悠悠道 你爱读就读 相比起阿瑶 哪个年纪前时的 我说什么都是对的 妈妈心情很好的 给我加个鸡腿 你看你 最近读书这么辛苦 看都瘦了 你想吃什么告诉妈妈 妈妈给你做 你什么时候开家长会 爸爸问我 没有问我们 妈妈立刻意识到 他要干什么 蔡老师已经邀请过我了 我连上台 说什么都想好了 我去双双那里 你去阿瑶那里 爸爸立刻说 他那天没空 两人笑闹起来 阿瑶溜下了餐桌 在吸水槽边默默洗手 我走到他身边 你有没有什么话 想跟我说 阿瑶没有看我 漠然的摇了摇头 我的房间就在那边 我嘱咐完 上网买了个家用摄像头 放在阿瑶书房的角落里 用书本挡住机身 不细看很难发掘 第二天 博客老师如约而至 妈妈不停跟他道着歉 诉说阿瑶有多么愚笨 给他添了多少麻烦 那位秃头的中年男子 很客气的说着场面话 我端着大红袍经过 他上下打量我一番 这是 我家大女儿 哎呀 姐妹俩可以过来一起上课的吗 他笑得很和蔼 我年纪前时 我不顾他的惊诧 默默逛回房间打开电脑 走廊里很快传来争吵 屏幕显示 阿瑶沉默着不想进门 妈妈觉得他丢脸 骂了他一顿 把他推了进去 我摇摇头 捧着热茶继续观看 果然 那个秃头有点问题 直接坐到了阿瑶的身边 一般来说 骄克应该坐对面的 讲解时 他的手肘时不时碰到阿瑶的胸部 看似不经意 但他在闪躲 我打了110 报案的时候 事态进一步升级 因为阿瑶躲闪 秃头直接摸了他的胸 还把他抵在墙上 摸他两腿之间 我飞奔过去 刚好阿瑶哭着开门飞跑出来 满面通红的看了我一眼跑走了 秃头一闪而过惊讶之色 冲着我搓搓手 哎呀 你妹妹这个脑袋啊 确实是笨的 怎么讲也讲不会 你说就哭 你也没聪明到哪里去呀 我呵呵一声 我妹周岁可没到十四 我家这样的情况 也能起到最好的律师 她的表情凝固了 抓起包就想跑 我懒得理她 回头去看阿瑶 她正在洗脸盆边冲嘴 哭得满脸都是画的 我故作奇怪的看了她一眼 你怎么了 阿瑶小脸一皱 并不吭声 我看了看表 抬不离开 没走几步 阿瑶冲出来 在背后叫了我一声 姐姐 她叫完这一声 就好像用光了所有的勇气 这时 拍了拍她的头 做得很好 阿瑶的眼神从惊恐到委屈 随即抱着我嚎啕大哭 她应该是 遭受一段时间的骚扰了 但是她与生俱来的生活守则 就是隐忍 她被教养成公顺的绵羊 一旦出生 就会遭致毒打 在陌生的地方 她不知道该信任谁 依靠谁 她愈发依赖自己的本能 藏起自己的声音 直到在我怀里 我发出第一声啼哭 她终于意识到 自己不生活在羊圈里 这个世界上 也不全是冷漠的坎坷 求助 是最珍贵的第一步 秃头很快被带去了警局 这次爸爸出力愤怒地 带着律师团第一时间赶过去了 妈妈终于知道 阿瑶为什么成绩越补越差 自责不已 抱着她一起哭 阿瑶安慰妈妈的时候 我上了秃头任教的学校贴吧 发了帖子放出她被抓的消息 其他受害者纷纷留言盖楼 控诉她是惯犯 我一个一个联系了他们 拿到了联名起诉的材料 再加上家里的视频记录 经过律师团的不懈努力 秃头最后以强奸最从众论处 当然这是后话 阿瑶在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 敲开了我的门 抱着课本 姐姐 可不可以教教我 物理 嗨 农村出来的小姑娘 有哪个不想念书的 五 我跟妈妈谈了谈 阿瑶现在对补课有心理阴影 我先带她一阵 妈妈心有余悸 也对她十分自责 她开心就好 我们家这个条件 她学不学都无所谓 我告诉阿瑶 确实 我们家很有钱 你可能站在了罗马 但就跟你学不学习 是两码事 你纵然现在 可以过上一世无忧的生活 但你没法保证 爸爸妈妈一辈子供你养你 况且 你的致死点的高 总归能体验更多 也能选择更多 生命的深度和广度 都会拓宽 我原本以为 这番话 对现在的阿瑶来说 太复杂 可她竟然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我想做姐姐这样的人 言下之意 不想做妈妈那样的人 呃 这也许就是范例作用 既然小姑娘有这心气 我就给她布置了任务 我让她复盘秃头事件 自己去搞清楚 这是有什么事 究竟该怎么处理 只要搭编 都可以研究 阿瑶万万没想到 我没让她背书做题 反而让她上网玩手机 但这是与她切身相关的大事 她每天都认真的上网查资料 还看了一大堆的书 我表扬了她 给她更多的书单 让她搜集信息的同时 搭建思维导图 然后继续扩充知识库 什么喜欢都可以研究 比如说 胃癌的成因 阿瑶已经不想吐槽了 只是默默看了我两眼 除此之外 我要求她 每天晚自习到我这里来 挑点要紧的作业做了 我问老蔡 建了一个空教室 我们学的横冲直撞 特立独行 打扰其他人就不好了 有一天 阿瑶来找我吃饭 看到我身边 刚打完架的许男一 惊讶地压了一声 我问她要什么 她说 这是那天在巷子里 被揍的那同学 许男一白了她一眼 明显对被揍的两个字 相当不满 让跟我出去 干什么 许男一很高冷地支着腿 故意不拿正眼我 以防万一我妹舔不到你 我心想着 冲她露出一笑 给你补补课 许男一垂下了眼帘 教室不行 人太多了 许男一沉默两久 哼了一声扭过脸去 烦人 晚上她抱着课本 走进空教室 看见阿瑶猛地一愣 她谁 我妹 我指了指阿瑶身边的位置 坐 许男一呵呵 解懊不驯地抽出我身边的椅子 把课桌板拆得叮当响 我为男女主历史性的会晤 牵线搭桥 阿瑶热情地挠头 不用谢我 我姐让我去的 我姐还给你买了药 我僵住了 阿瑶 你这样是舔不到的 你知道吗 许男一瞥了我一眼 罕见的正色道 嗯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了你知道个屁 六 经过一学期的牵线搭桥 许男一和阿瑶 有没有产生爱的火花 我不知道 但他们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 我很欣慰 其实这只是附带的成果 我做的是让他们大量输入信息 然后从中总结出一般规律 这就是学习的本质 不停重复这个过程 会让他们本身变得更擅长学习 即掌握学习本身 再去学任何东西都会特别快 做题也是一样的道理 简单来说就是脑子更好使 脑子好使了之后 恋爱脑的几率应该就能下降了 也算是曲线救国 但我想得很美 世界线却发出了意义 放寒假以后 阿瑶开始行踪不定 平时总是姐姐长 姐姐短的 现在老把关在房间里 一下午都不出来 出来还脸红心跳的 眼神犹疑的说 约了同学去看电影 我跟她说我要睡午觉 她松了口气 我假装没有看出她的庆幸 把她送出门 回头就在微信上问许男一 你跟阿瑶谈恋爱了 许男一 许男一 你再说一遍我跟谁谈恋爱 我 我妹 许男一没有回话 我在想给她发信息 她已经把我脱黑 小男生真难搞 他们不告诉我 我也无所谓 他妈 这可能就是世界线的归属 男女主注定要纠缠在一起 如果提前了 你问我自辞不自辞 我当然是自辞了 毕竟年纪小 不容易得胃癌 可是很快我就发现 事情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 等下个学期开学 阿瑶领着男生 走进我们的晚自习教室 红着脸介绍道 姐姐 这是我们班的楼器 她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自习 我 在我回神以前 我身边的许男一正色道 可以 男生赶忙给她浸上一瓶可口可乐 许哥好 嗯 坐那儿吧 别拘谨 许男一收了贿赂 下巴一扬 指了指阿瑶身边的位置 然后很自然的跟了一句 介绍自己 啊 你们这大姐夫 接待二妹夫的情境是闹哪样啊 七 阿瑶很快被找了家长 姓赵的恨不得他不好过 每天都在班上寒沙摄影 说他勾引男生 把他的位置调到第一排 最靠近讲台的孤家寡人 说防骚狐狸精 爸爸也骂他 小小年纪就知道谈恋爱 我还知道学习 阿瑶轻声说 也不能老了再谈啊 我在一旁劝道 你也在谈 爸爸难以置信 那没有 我打算搞个大的 我不婚不育 以后做丁克 爸爸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了 本来在一旁 涂指甲油的妈妈也吓傻了 他们意识到 比起阿瑶来 我才是那个定时炸弹 所以苦口婆心 劝了我半个晚上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让他们不用担心 我现在年纪还小 可能过两年 我就改变主意了 爸爸妈妈松了口气 把我送神斑送回了房间里 爸爸似乎还想说阿瑶两句 但是看看我 他忍住了 相比较我这姐姐 阿瑶她是一个多么鲜活的少女 他回头走了两步 又想起什么来 转身对阿瑶严肃道 万一你们 嗯 他说不下去 用眼神示意妈妈来 妈妈也不太好意思 对 这个 你年纪还小 阿瑶不会的 我单单看了他一眼 这个年纪的男生 活不好 没什么好搞的 他心里有数 阿瑶点点头 表示赞同 爸爸妈妈的表情扭曲得很厉害 但是因为我们都表现得很淡定 所以他们梦游搬出去了 紧紧握着彼此的手 阿瑶后来把他在班上经历的一切 仔细搜集起来 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举报信 投递到教育局 信召得很快被调离了岗位 他也在班上当上了纪律委员 每天带着红袖标 面无表情的巡楼 据说孙悦看到他都避着走 我很欣慰整个过程中 我只是在举报信上改了两笔 爸 年少的时光总是白居过系 几年之后 我顺利考上了五道口 阿瑶去农科院搞三农研究 但是他和楼器的感情出了问题 在最终可以自由地在人群中牵手的时候 楼器出轨了 他坐飞机去他的城市 亲眼看见他和一个柔弱的学妹拥吻在一起 说他性格强势不够温柔 他更喜欢小鸟依人 阿瑶有很长一段时间很痛苦 不停反省 他在这段初恋里究竟有哪里做的不好 等我知道的时候 已经患上了抑郁症 我陪他看医生 监督他吃药 让他搬出来跟我一起住 有时候我不知道 我这些年究竟走对了没有 阿瑶在落地窗前喝着酒 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 还是没有被爱的资格 我是爱你的 我告诉他 可爸爸妈妈心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那个女儿 明明我是亲生的 他们却更疼你 阿瑶挪开了眼 我一直都知道 可我是爱你的 阿瑶颤抖了一下 你也爱其他很多人 爸爸 妈妈 我 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你还有许哥 他像是发冷 抱着自己的胸口 我只是 我只是想 世界上有个人 我在他心里 是至高无上的唯一 你其实一直都有 我看下了对面的镜子 那里有一个醉酒迷途的少女 惊讶地对上自己的眼睛 世界和他人 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求不来 但是 我们至少可以爱自己 我看着窗外的星火夜色 也没口酒 我知道他在痛苦什么 痛苦他不是没有灵魂的金丝雀 不能柔弱到只有楼器 不能放弃自尊 去侍奉楼器 他当初填报志愿的时候 就纠结过是梦想 还是他 他做出了选择 现在他失去了他了 他其实不知道 就算他花十年时间 心里眼里只有楼器 他与楼器终究也不会善终 对 我后来才意识到楼器才是那个男主角 因为正常人 不会用这么特殊的名字 也不会有那样的家世 由于我的介入 在这个世界里 我和楼器成了普通熟人 而阿瑶实现了他在原作中难以企及的夙愿 成为了楼器的初恋 但是白月光依旧会变成白饭力 还记得你第一天上学 跟孙月滩打架 我跟你说的话吗 我让他枕上我的腿 梳理着他的发 他陷入了回忆 我说 他们是坏呸 遇到坏呸的时候 不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他梦一般街上 你仔细想一想 他真的有那么好吗 他真的是一个体贴 温柔 忠诚的伴侣 能让你越来越好 能让你幸福快乐吗 不 他不是 他当然不是 他会在错过后寻找替身 自欺欺人 会自私地沉浸在自我感动中 对替身的付出视而不见 也会在撞破出轨后 把一切过错推到阿瑶身上 年少时可以经过错的人 错误也许很美好 但最好只待在轻松的记忆里 不是你不配 是他不值得 不必执着他爱不爱你 问问自己 你爱不爱你自己 阿瑶的眉头渐渐解开 随后如释重负地躺下了眼泪 是的 人不回头看是不会知道 自己已经走过了长长的一路 即使有几枚荆棘 也挡不住鲜花似锦 他可以问心无愧地 跟那个蜷缩在乡间地头 惊恐睁了双眼的小姑娘说 我是你想要变成的大人 他终究不负他自己 而且男人嘛 你是没经历过 才会稀罕 话音刚落 他的手机响了 他擦了擦眼泪接起 只听见对面一个低沉悦耳的嗓音说 你好小仙女 听说你今夜心情不好 可以允许我哄你一会儿吗 阿瑶 网上的年轻小弟弟 赔聊五块钱能聊半小时 我冲他挤了几眼睛 深藏功与名 鉴于阿瑶是我亲妹 我当然给他点的贵一点 多一点 就当心领马杀鸡 相信他很快就会意识到 身为单身小富婆 他可以不用借酒交仇 蛮可以在马沙拉地里 proudproud地哭 我提醒他有空去医院做一下胃镜 穿上风衣下楼 许男一等在下面 浑身散发着不祥的气息 你妹说你给他点小男生 我步子一将 他失恋了 这个是你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当初是你审核的楼器 许男一哼了一声 我已经揍过他了 所以你为什么会有 这么多小男生的微信 我没有这么多小男生的微信 我只是熟练地运用了淘宝和咸鱼 那你怎么会知道 淘宝和咸鱼有小男生在挂牌哄人 他气上一步 不满地把我抵在墙上 嗯 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 许男一抵着我鼻尖 眼睛深邃如星辰 零双双 不要再跟我打太急 我等你 很多年了 这个小小路人甲 在此刻 变成了这万千世界中 最重要的那一个 好吧 我答应你的求婚 啊 啊 啊什么 我 我只是想问你 讨不男朋友当当而已 也行 那你做男朋友吧 等一下 真的可以跟我结婚吗 你居然 你居然已经想到 要跟我结婚了吗 啊 我以为你在求婚 那你就这么轻易地 答应了我 这有什么 结得不好还可以离的吗 原本羞涩的小许 瞬间爆发出可怕的杀意 今天的我也在被我的未婚夫追杀 附加千金的生活 就是这么简单枯燥 全轮完